和老鼠的游戏 没错 那小哥今天又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紧张刺激的逃生游戏了 我给你看到游戏呢也是开始了 在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个粉红色的小老鼠 直接被我们的猫呢用诱饵给抓在了笼子里面啊 看起来呢小哥今天应该是作为这个粉红色小老鼠的啊 这个男朋友对吧 我们要去这个地下室里面拯救他啊 把它给拯救出来 好的那么这边呢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画看到这个地下室 我们是需要三件物品来解锁的 一个呢是一张ID卡 另外的呢就是诶 小哥刚开始就发现了这个跳棍啊 同样呢 我们还有三个发电机是需要来进行解锁的 行行 那么小哥呢就赶紧带着大家来拯救我们的女朋友 对吧 这个粉红色的小老鼠啊 这边哇塞 怎么一开局 这个蓝色的猫咪就追着我们来了 啊 这边我感觉有点不太安全啊 不过呢还好的是啊 这个游戏我们是可以携带两个道具的 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呢也是尽可能的多捡一些道具 哇 这边 刚开始哇塞 这个猫就这么厉害嘛啊追着我们这些小老鼠到处跑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小哥刚才捡到了这个绿色钥匙啊 会不会有用 哦 这个猫好像就在小哥身后跟着 赶紧赶紧啊 我们先把这边的给拆掉 好的管你绕一圈 还好的是这个猫并没有上来追我们 吓死小哥了 我还以为他就在我们的身后呢 啊行 那我也是直接的来解锁一下这边的大门 我可以看到这边解锁了绿色房间之后呢 我发现里面出现了电机啊 啊应该是我们等会儿呢 需要来找到油桶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啊 来把这个电机给解锁了对吧 同时呢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我们解锁的地方吗 哦 这里 小哥好像发现了一个需要门用木板来解锁的一个啊 这个空洞啊 怎么这个感觉跟我们的老奶奶有点像呢 而且哦 这里发现了一个啊 用木板封住的洗衣机啊 那么在里面呢 小哥也是找到了一个红色的钥匙 我记得呢 在小哥刚才走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发现了一个红色门 好 我们赶紧的去解锁一下这个红色的门啊 这个呢 应该就是要拯救我们女朋友的啊 这个地下室了对吧 行行 哎 赶紧打开这个大门啊 我们去地下室稍微的参观也啊 呃 希望呢 我们也是可以在这里面发现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毛打千万不要追着我们 是吧 呃 好 那么还好的是啊 小哥现在呢 并没有被瞄击分踪啊 呃 小哥呢 也是顺利的来到地下室里面 刚好呢 我刚才这个敲锅啊 也是顺利的解锁了我们逃出去大门的这个木板啊 同时 哎 这边这个小伴好像捡到了一桶油 哦 感觉呢 我们这个发电机应该就是用这个油的道具来进解锁了 对吧 好 赶紧的赶紧的啊 我们这个小老鼠赶紧的勤奋的来解锁 哦 这边小哥还发现了一张ID卡 哎 不过啊 我这边在切换的时候 竟然被这个小伴给抢走了啊 呃 不过谁拿都一样 对吧 啊 他也是可以走到地下室里面 用我们这个ID卡呢 把这里给解锁了 呃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就剩下最后的一个发电机啊 再用这个油呢 给关进去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逃走了 好好啊 希望刚才那个拿油桶的小伴呢 也是可以给力一点啊 不过按照小哥目前的经验来说啊 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木板给找到 对吧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找到最后的这个发电机 而且啊 哦 这里怎么出现这么大一个笼子啊 我们现在的猫咪呢 也是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哦 这个小哥现在每走一个房间 都有点害怕啊 毕竟我们这个游戏呢 地图还是挺小的啊 如果说我们一不小心呢 就可能遇到开门杀 哦 这里我们看 这猫咪还放了夹吧 哇塞 还好小哥走的嘛 又不然 我就跟那个小伴一样 直接被夹在了地上 嗯 不过有一个幸运的消息 就是猫咪现在不在 哎 刚刚说完不看 我的天 他就在门后面躲着呢 完了完了 瞬间感觉这个游戏 稍微的有点难了 刚还说呢 怎么这个机关解锁的这么快 对吧 两三下五穿了呢 就剩下一台电机了 原来这个男的地方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好吧 那小哥呢 就接着来找木板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哦 这边呢 我也是直接来到了三楼的地方啊 希望也是可以在这里找到 啊 哎 不过木板没有找到 小哥反而找到了一个一桶油 难不成刚才拿油的小伴被猫给抓到了吗 而且哎 这里小哥还发现了一个被封的门啊 啊 可能刚才呢 小哥没有看到是吧 想想我们就把这个 呃 敲棍给争了吧 啊 我觉得这个敲棍呢 我们已经 啊 解锁了所有东西 我们就捡到这边的木板 先带着他呢 去解锁一下这边的啊 这个楼梯 我估计呢 哎 这个防电机应该就在这边 或者是 在另外一边 但是 哎呀 小哥现在不是 又回来了吗 啊 这边难不成 啊 刚才那小伴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解锁了吗 哦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逃出去了 对吧 谢谢 我们赶紧的啊 希望这边我也是可以畅通无睹的往外走啊 哎 我们最后呢 再确认一下 看一下我们楼上的发电机都没有 有没有被 哎 这个打开啊 我们走到这边再看一眼吧 啊 这个应该也是 已经被打开了吧 啊 好的 哎 基本上 我们三个发电机呢 全部都被打开了 谢谢 我们现在赶紧的逃走吧 啊 太可怕了啊 这个猫呢 也不知道在哪里等着我们啊 难不成他 他不会跑到地下室里面了吧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啊 怎么这个小伴还没有逃走呢 哦 我们走过来啊 好吧 果然是这样 我们看 这个蓝猫呢 也是躲在这个地下室里面等着我们呢 小哥刚才稍微的走慢了一会儿啊 我以为这个机关还没有解锁完呢 结果就在这里是吧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从这个旁边来进行逃走啊 往这边稍微走一下 这个猫呢 也是一直在那边挥补他的大棒子啊 哦 太可怕了 我们赶紧的 找一个机会 哎 这边他还放了一个甲板是吧 哦 从这边走可不可以啊 我们多绕几圈啊 来吧 猫咪 我要跟你决战了啊 这边 哎 他好像跟着我吧 但是 还是非常机警啊 并没有跟小哥往前走 看来我们只能硬闯是吧 我觉得呢 从这边的桌子跳应该是可以的 来吧 好吧 啊 这个最后小哥竟然被抓到了啊 看起来这个桌子呢 没有空气 不过还好的是啊 还有另外一个小伴 他应该是注意到小哥被抓了啊 啊 那么小哥呢 也是注意到刚才这个小伴手上呢 有解锁这个笼子的钥匙啊 我才 这个敢用 用用往前冲呢 要不然我也是不敢往前走啊 那么这个游戏的话 如果说被这个猫咪抓到 我们就会直接锁在这个笼子里面啊 那么小伴们呢 也是可以找到这边特殊的钥匙 直接打开笼子啊 来放这些老鼠往外走啊 这个呢 也算是比较来 呃 人进过 对吧 不像我们其他的那些逃离游戏一样 哎 被抓住呢 直接就死 翘翘是吧 行 那么这边呢 小哥再来进行最后的一波图呀 我们从这边往前走 好的 赶紧逃 哎 这边猫咪好像松懈了那么一下下 结果 直接让小哥给逃走了啊 先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 还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出现啊 呃 这边我们的小 呃 小哥那是直接来到了地下室里面啊 找到了我们的小红鼠 不过 哎 看起来猫咪呢 也是追着我们走了过来 还把这个猫鼠猫脚的 但是 好吧 这个猫咪踩到了 这个遥控器 打开了这里的电视啊 哦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呢 还没有结束啊 后面呢 肯定是还有新的章节的啊 小哥呢 也是和自己的 哎 也不知道是不是女朋友啊 小哥说是女朋友对吧 直接被吸到了另外的这个电视里面啊 看起来后面呢 应该是会有新的场景出现了啊 怎么小哥还发 好